第二十三集 艳似盲倒 十三弟莫说这样的外道话 我最爱你和十四弟这样的性情 敢说敢为敢怒敢笑 你小的时候啊不是这样的呀 十二个也笑道 难道也会十八遍 越遍越好看嘛 八哥笑了一阵 运响道 刚才我在刑部门口等大哥 瞧见一个人出去 像是贵府里的人不安 我叫了他几声都没有答应 是耳朵不好使吗 一句话问的几个人面如白纸 印似格格的一笑说道 我府里没有叫人 老九府里倒有一个 听说很不安分 老九已经打负他出京了 只怕是你认错了人吧 天下相貌相近的多的是 说罢一笑 众人又闲话一阵 才各自散了 清理亏空的差事 轰轰烈烈的干了两年半 印祥一掉离 就名存实亡了 入秋以后 各省都已停止催债 施士轮和游明堂 由于康熙的保护 总算落了个平安 只苦了各省 原先奉差办事的小官 形势一转 竟如过街老鼠一般 人人喊打 当然 罢免这批催债鬼的时候 明面上 并不说是由于 苛刻 逼债 但是官场上的学问 大吉呀 什么老弱 疲软 刚愎自用 正极劣等 人品猥琐 都可作为罪名 不数月间 这些讨债英雄们 便都纷纷落马 阿灵阿 上任布满半个月 便又下令 开库周己 穷困的金官 发银十万 名为 养莲金 数目虽不大 传到下头 立即 成了法规 各省藩库 也是库门打开 纷纷效仿 风头一变 先是一批 退级制势的 不远大臣 异口同声 上折子陈情 求朝廷 宽免 纳还国债 这些人 有的立过战功 有的 从价多年 一字写 一字泪 写得万分可怜 接着 外省都府 请求停止 催脚 亏欠的奏折 调臣 也雪片般的 飞进紫禁城 还有一些奏折 称颂阿灵阿 到任之后 如何为朝廷 尽力办差 使得百姓乐业 感激 黄恩好大 虽然没人敢说 印人什么坏话 印人自觉理亏 索性不再插手 互补的事情 印针和印祥 心中暗自生气 康熙心知 这件事情的首尾 也不懂声色 过了中秋节 派李德伦 到互补去问 国库已经重新 亏 一千四百万两的银子 但是 阿灵阿的 官声大阵 到处一片叫好声 康熙虽然心中极狠 却怕一下子 拿掉他 再起轩然打拨 按他原来的想法 先保持户部 倾欠成果 再在励志上 借五哥事件 开开杀戒 承办一批贪官 就可谓 刷新必正 开一个好头 不料中秋节后的第三日 印寺 印堂 联名奏折 就递了进来 说行不立即的上书 侍郎 都是朝野 瞩目的 亲官 直立 顺天府 及各省涅斯衙门 只有一两个小人 作祟 祟是国家法司衙门 蒙不竭之名 参奏了三十余名 公然纳会 草菩人命 误判错案的 道 府 县 官 至于 载白鸭 一案 经查证 只有张五哥一人 原犯 秋运生 阴系武门 丹出 其妾 怀孕在身 善不知是男是女 寄出无奈 遂倾家破产 会通 行不私 和敏 善改年龄 顺天府提刑官 和旭立通 同作弊 将五哥 换人了 至于秋运生 所屋女子 也不是什么猎女 是店户抵债 进秋府为奴的 按律 对秋运生 只能惩罚 他挤账刘沛 秋运生的原案 几乎全都推倒了 算来只屈了 犯有犯言前科的 张五哥一人 屁华连篇 康熙看完奏折 气得是手脚冰凉 耍 的扔在一边 一拳击在岸上 长叹一声 夺知养心电口 康熙手扶 踢得发亮的脑门子 呆呆地望着大院 像站在身后的张廷玉 问道 这个折子 你们看了没有 皇太子怎么说的 还有马骑 同国为 你们意见如何 张廷玉的神色很忧郁 半上才躬身打倒 奴才们都看过了 皇太子看了没说什么 只叫转成玉兰 因为委派艳四半差 是圣公独断 太子自然是不便插眼的 只叫奴才请旨 刑部的事 圣上有什么吩咐 太子 即刻遵御成办 至于奴才等人 以为八个半差 上书努力 这三十几个人的处置 也十分恰当 只是 宰白鸭这件事情 也太凑巧了 而且 几乎全案皆翻 似乎有些 哦 这只是奴才自己想的 马骑和国为 并没说什么 请万遂胜断 哼 没什么 未必就没想法 康熙冷笑一声道 哪有这样的事 朕查出一件冤语 果然 就只有这一件冤语吗 朕倒不怕下头事情大 可谓的是 连自己的儿子 也不肯说实话 阴仍 阴真 天龙地雅 站在一旁冷眼观望 阴祥是心里闹 逼眼牛 不理事 刑部几个阿克 抱着一团 欺君欺负 你以为朕心里不明白吗 这才真叫人 心寒胆战啊 张廷玉芒解释道 万遂也 严重了 阿哥们怕承受不起 康熙 阴冷地一笑说道 朕正在想 他们这些人 子幼 生长在皇宫里 都是 以知识 就读圣贤书的人 看去又不笨 只能说 是别有用心 那怎么会呢 张廷玉芒道 皇上 万不可多疑啊 怎么不会 康熙咬牙笑着 输了一口气 这些事啊 你比朕 心里更明白 哼 猫老了 就要避数 他们是 暑期老猫 想着朕不重用了 盼着朕早早地归天 早早地让位 八月的风 带着梁翼过来 张廷玉 打了一个寒盏 浑身猛地一缩 一时 军权两个都没说话 西风紧吹 躺在墙角的枯草败叶 也在瑟缩地抖动着 大块的灰云 在高大的电雨上空 急迟而过 一群红眼传来一声的悲鸣 越发显得不胜凄凉 万岁爷 副总管太监行年 从东乡出来 见康熙和张廷玉 整整地站在殿口 一摆被西北风 聊起了老高 忙取出了一领 悬壶乡边的 假斗篷过来 陪笑道 外头疯大 当心着了梁 可怎么好 万岁爷 哎 近来尝这样 奴才实在是担心呢 披上斗篷 走动走动 也比站着好呀 哎 若是乏了 还该略歪着才是 要不要 传一碗参汤来 康熙笑着 点点头 接过斗篷 又给张廷玉披上 说道 这件斗篷赐你 在阳心殿当职时 也可披一披 朕虽上了年岁 这身子骨啊 比你张廷玉 还略豪些 行年 去玉庆宫传旨 叫王善 朱天宝 陈嘉游他们 带着太子的 创刻本子过来 朕要查考印人的学业 正说话间 厄伦带进来禀道 王善和朱天宝 两个人 递牌子请见 主子 见他们不见 康熙笑道 你来得好 倒省了行年 跑这趟了 让他们进来 康熙折回店中 喝了一碗参汤 便听外头有人报说 臣 王善 朱天宝 请见万岁 康熙略以沉吟说 王善先进来 朱天宝 且候着 王善进来了 这些日子 他越发显得瘦了 一进门 便朝着玉座 行三跪九寇大礼 到暖阁里头来吧 朕 在这边坐呢 康熙见他 近视到这个样子 不禁失笑道 明儿 叫李德权 带你到眼镜库 调一副 合适的戴上 其实你这么大岁数了 不必行这样的礼 有这片心 什么全有了 王善也不禁失笑叹道 啊 奴才是老不中用了 原来在布里 还能长长的 瞻眼天眼 如今进了宫 倒成了咫尺天涯了 康熙见他如此炼恩 自也动情 命他坐在屋子上 笑道 朕 近年来也长觉的孤独 总想着 找几个老人说说话 便是这几年七十八十的 心里呀 再不得清醒 对了 你腰间的庸居 好了吧 这个病 得用玉泉山水 煎药 洗着才好 所以朕叫他们 每日赐你两担 若不够时 再加血 也不妨 植内服 不可用人参 这病极热 看来 你只瘦些 像是已经痊愈了 老王善 欠身一躬 觉得 胸隔间 是又酸又热 耿着嗓子说道 老奴才 没别的宝大柱子 只有这片心了 早晚咽了气 也就罢了 张婷玉 披着康熙刺的大肠 心里 也是暖哄哄的 想说什么 又不便插眼 只站在一旁不言语 按你的年纪身子 是该 是休的时候了 朕 远想着 按李光帝的力 叫你流精荣养 太子说 人瘦少 其实啊 也得有 你这样的师父 在跟前 朕才能放心呢 所以 误了你的天年 这是太子的意思 你可不能怪朕了 王善听了一帧 正容说道 皇上 您天下圣君 太子 为国储 本是一体 岂有分开说的 皇上太子 如此之语之恩 奴才 要顾不得什么 遗养天年了 康熙点头道 话虽如此 你到底是 有了年纪的人 凡事匀趁着做去 不必勉强 见太子 有什么不适处 可直言告诉朕 由朕处置 总能圆满周全的 王善连着两次 听康熙 把太子分开来说 心中顿觉一斗 坐着了身子 一一道 奴才方才说过 皇上太子 乃是一体 太子又不是处 奴才 一定犯言之见 皇上的话 奴才 不敢奉照啊 康熙听了 哈哈大笑 点着王善说道 哈哈 你这个老王呀 和你祖父 一个秉姓 你说的当然是正令 也忒骨板了一些了吧 朕的意思 是啊 你也不必得罪他 君臣和谐一些 不好吗 朕叫你进来 正要告诉你 今年秋首 取成德 太子要从家 你就不必跟着了 留在京师 把病养好了 就是忠心事主 也不在乎这一时一事 王善沉吟道 奴才卿见主子 但为了另一件事 祖 进玉庆宫 见侍卫全换了半 按例 三年一换 至明春才到期 现在尚未到期 不知 是何缘故提前换房啊 至于去热河 皇上体念奴才劳病 奴才十分感激 不知何时启程 奴才身体若能支撑 还是该从家的呀 康熙诧意道 哦 全换了吗 哦 这件事情是内务府办的 朕回头查一查 领侍卫的内大臣 使通过为 他有权调度 康熙召见王善 其实本意 就是为了问这件事的 因太子印仁 与几个贴身侍卫 几次夜间 在玉庆宫聚饮 不知说些什么话 内务府怕出事 秉之同国为 因此提前调房 从 亲贵子弟中 新选了一批 在玉庆宫当职 原想问一问太子结党的事 但是王善一口一个 皇上太子一体 竟难以深谈 只好说道 倒伐吧 朕 八月十九 离京去城的 看你身体 断难从行啊 所幸 你到玉泉山 住些日子 阳阳山子 你去见见马骑 同国为 由他们 给你安置 现在 刑部 王世珍 出缺了 满尚书 桑太尔 也要出缺 朕想啊 你的太子太父 不动 加一个 刑部尚书 十圈如何 现在 先给你这个名义 上任的事呢 带朕 从热河回来 再是情形而定 说着 命张廷玉 把八个地的折子 拿来镇披 是 张廷玉答应一声 忙到正点 取过稿本 康熙 略以深浅 提笔 抹了朱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